中文字幕《不初iko Hindi》 那么如何从这种 我直当中 了断这个我直得到解脱 这个地方确实是三界六道当中 最伟大的 在学习佛法当中 最根本的一个关键 我上佛学院上了十年 出来以后呢 有很多同参道友 我去拜访任何一个高僧大德 亲近这些善知识的时候 我见到他第一句话都要问 请问师父 了生死的法门 在哪个地方用功下手 你要亲近善知识啊 发起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人 才具备参访善知识的资格 参访善知识 为什么呢 就得以决定 决定解脱道的无我正见 决定菩提道的落实慈悲 就慈悲怎么落实在 我们的行为当中 那么有很多善知识 通过自身的修行 会告诉我们 学习了这么久 我把自己学习的经验 通过佛经的了解 就告诉大家 了生死 正菩提或者正解脱 关键的用功修正之处 就在于佛说的 妄想执着这两个地方下手 妄想 就是我们脑袋 不停想的这个想法 第六意识 执着 就是你妄想停下来了 不打妄想了 空空如也 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 你还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你还隐隐约约 总是感觉到 有个我 清清楚楚 但是它没有名字 也说不出来 到底我是什么样子呢 你说不出来 但是总感觉 有一个我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 你如果没有回观反照 看到这里 你的修行全是表面 或者说 你全在做修行的准备工作 打基础 打基础 三规五戒 诵经拜佛 几两福德 不失慈戒 都是可以的 但是 你在自己的身口意当中 能不能了生死 关键就在这两个地方 因为佛就告诉我们 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妄想 不再执着 那你就正得如来智慧得想 所以 唯一始终 把八十 再告诉我们 六十七十 两个地方 是生灭凡夫的 活动最强烈的现状 第八十是阿拉野石 像个仓库一样 阿拉野石的清净分 就是涅槃 就是真如 阿拉野石的染污分 是我们现在的 防腹的烦恼习气 种子生现行 现行生种子 就是你现在的行为 会变成将来的种子 你今天念一句阿弥陀佛 将来就有阿弥陀佛的种子 你现在骂一句话 将来就有骂人的种子 你现在骂人 不是无理无故的 是因为过去有骂人的种子 现在起现行了 你现在念佛 也不是无理无故的 你肯念 一定有过去有上根种子 它是这样看 凡夫的这一切因果 也在阿拉野石当中 但是它轮转 身面的这一部分 叫做染污 它清净的这一部分 叫做真如涅槃 它是个大仓库 是个大法界总像 整个宇宙万物 身心世界 都是阿拉野石包含着的 像个仓库 这个仓库的门口 有一个守门员 守仓库的门的 这就是第七十 就是我 大家以为是我的 那个我 其实仓库才是真正我的 全部财产 可是一个守门员 站在门口说 我就是仓库 No 错了 我们平常 总觉得有个我 让你去抓 你抓不到的 你静下来看 这是第七十 然后我们想 脑袋在那里 一直活动 我要赚钱 我要修行 我要涅槃 偏偏地去 转 去 社群 这叫采购源 我们的第六意识 你不停地去采购 今天你们坐在这里 就采购佛法 听一句 听过来了 留在自己的心中了 两句也听过来了 反正 伊利尔跟勇为道中 你只要听到的 你不需要记 他已经在阿拉野石里面了 然后前五十 就眼耳鼻舌身 是生产员 是制作员 前五十就在那里制作 眼睛看了 好看 好 一时马上觉得好看 觉得好看呢 谁好看啊 我觉得好看 好 这个观念 留在自己的心中了 所以你听佛法 或者学习 不需要记得 因为你已经 有一定的基础 你觉得好的 一听过去 不需要记 你的境界 马上就提高了 你觉得不好的 自然过滤 就当没听到一样 跟你产生不了影响 所以 对你的人生 有影响的 一定是 你觉得好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 太平时盖这么好 我又想起来 我问万罗法师 你为什么会盖这么好 他说他到香港去 看那个志典建院 盖得这么好 就发了一个愿 我盖也要盖 像他那么好 你看 他们那个采购员 一时一想 也要这么好 然后就开始做了 制作制作 就把它传在阿拉耶士当中 不需要你去记得 你觉得好的东西 你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努力 你注意想修行的人 你每天都是在修行 不想修行的人 你就逼着他 逼着他 可能时间久了 他也可能想修行了 没办法修行 到最后他也心甘情愿修行 创始 所以这制作的和仓库 前面制作的和后面的仓库 没有关系 关系 问题就是采购员和守门员 这两个采购的东西 如果乱采购 出问题了 你正法不听听写法 好人话不听听坏人话 不听君子言吃亏在眼前 有些句是很奇怪的 师父跟他说的他不听 他旁边的那些人 不懂佛法的人跟他说呢 他非常听的 好人跟他说他不听的 做好事他不听的 让他去从麻将钓舞 他高兴得不得了呢 就是采购员有问题 思想呢 因为你的采购员 不停地向外去持久 所以我们平常 没有一个客观的思想 被以前学来的知识 所受的教育 深受影响 如果你以前所受的教育 是断灭论 比如说人是如灯灭 什么都没有的 比如说宗教是迷信 你不要去信 如果你受这种思想影响 其实思想已经中毒了 因为他把这种观念 固定化 他就去否定一切 一切宗教信仰 他就没有看到 信仰对我们生命 有更重要的 更好的 这一方面 他可能看到 那些信错了 不全面的人的 一些表现 没有调查 他也在那里乱发言 自以为是了 所以我们把第六意识的幻想 如果能够转过来 这是中下等根基的人 都可以做到的 中下等根基 怎么做呢 一是听闻佛法 把思想慢慢地 越来越圆满 不是把佛法 像一面镜子样 到处去照 通过佛法 使你的眼光更开阔了 这样的眼光去看问题 实修方面呢 就是一定要记得 真实修行的人 一定是以正念 转万念 正念是诵经 拜佛 念佛 持咒 观想 或者止观 念佛 虽然可以念很多佛 但是总而言之 就是念佛 念佛 你能够念 以意念 抵妄念 慢慢地 就把自己曾经 到处去深处 到处去夸张 去想 占有 心像 这个猪八戒的 九指爬一样 到处去爬 到处去抓 我们的心 到处向外持球 向外越持球 越痛苦 越轮回 所以你需要 从心中观察 把这个心 转回来 把心能够稳定住 稳定住 在用功的时候 一定要使自己专注 一开始 没有专注的习惯 但是慢慢地 会用功的人 就会越来越专注 在专注的过程中呢 会产生一些反弹 就是你习气太重了 那个 一时这个采购源 就像猴子一样 心圆一马 像野马 像野猴子 到处跑的 所以你要驯服它 一定要有一定的方法 没有方法 你靠自己 坐在那里说 我不想了 我不想了 没用的 你要先想想 阿弥陀佛 先把自己想通了 诶诺咒 不能诺咒呢 修修止观 总是要培养 让自己心定下来 如果你一开始修行 至少每天 要半个小时 至少 半个小时 最多是宝宝粉 就是告诉你的 菩提心 你还养住 如果你半个小时 的定力修行都没有 你的菩提心 都会上失 会焦掉 生长不起来 每天培养自己的定力 就是第六意识 慢慢地转换 不要去妄想 不要去颠倒 当你心静下来以后呢 你再去想 这个想东西的妄想颠倒 跟智慧 我昨天已经讲过 是有不同的 妄想颠倒 你越想越烦恼 心里着急 智慧 你不要去想 你心里很清楚 然后你分别地清清楚楚 就像你不打妄想 你能听清楚课 你不打妄想 你吃饭的时候 一口一口吃 吃得很好 没有关系的 绝对不会把米饭 吃到鼻子里面去 不妄想的状态 也可以吃饭 念佛的时候 也可以吃饭 念佛的时候 也可以睡觉 所以 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座的可能 不一定专门 跟师父修行了生实的法门 但是你从此以后 最好每天抽半个小时 诵经 或者呢 就这半个小时来 专门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我有好几个居士啊 他原来一天到晚 满了不得了 身体都比较差 心也比较乱 每天半个小时打坐 至少保证 两三个月以后 他发现工作效率 比以前好了 身体也好起来了 所以你不要说 我实在没有时间了 半个小时一定有时间 所以这个呢 是从妄想 这个层面下手 就是 再笨的人 都能够做到的 因为它是中等根基 或者中下根基 都可以修行的 你不修行就进步不了 要长此以往 每天坚持 第二个地方 要终上个根基 才行 如果你是中等根基 下手省力一点 就在第六语词这里用功 先念咒或者念佛 你每天定在那里 时间念久了 你打坐也念 做半个小时 下来以后开车啊 找路啊 做什么事情啊 心里就会慢慢地 带着这个符号 或者呢 念着这个咒 咒不宜太长 太长可以容易起心动念 你这么念着念着 这个意思啊 我们的思想啊 慢慢就开始听话了 心开始柔软了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 他那个心是刚强难调 人家说比花钢炎还要硬 我估计比 比大历史还要硬 大历史比花钢炎 到底哪个硬啊 比钢铁还要硬 可能是刚强难调 用电砖都砖不进去 可能 很固执的 但是 你只要静下来半个小时 慢慢地坚持啊 他的心就开始柔 柔软起来 开始融化掉 他的语言 就开始不长刺 有些人厉害的 语言就像把刀一样锋利 所以把别人气死 那是造业啊 用语言就把人家气死 你说多造业啊 你心如果开始柔软以后 因为心肝硬的人 是最容易受伤的 越固执的人 越容易受伤 因为他很难包容别人 很容易觉得自己啊 被别人欺负 如果你是柔软了 很难受到欺负 从来硬如 弦心断 每件干刀 口一伤 这个弓 如果太硬了 他的弦就断掉 容易断 那个刀 干刀 载力的干刀 锋利的干刀 他的口 最容易受伤 你的心如果太强硬了 你最容易受伤 别人两句话 可能你气得不行了 别人在那里烧起炷香 拜祭下佛 你可能就气得不得了 别人叫你去做好事 你都觉得别人不对 心容易受伤 所以通过念佛 通过静心 你的心开始柔化 化到什么程度呢 一开始是软下来了 最后呢 心变成水一样 如果你的心像水一样 上上若水 你的心是最上等的上量 上上若水 最高等的上 就像水一样 谦虚 低下 柔软 但是它滋润万物 但是它滴水能穿石 所以刚强的人 永远占不了上风 只有慈悲的人 有爱心的人 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基督教传这么宽 他的旗号 就是神爱世人 就是一个爱子 佛法的慈悲 永远超过 他那个所谓的爱 所以我们学习国法 一定要明白 从第六意识 心静下来以后 你心就开始柔爽 心柔软了 你身上的病 也会消除 现在很多人 得癌症 特别是肝癌 一定是他的心太固执了 癌就是石头啊 刚强难化 他的心刚强难化 到最后变成质量 能量是心 心的能量不再柔化了 硬掉了 那么他的身体 就变成质量 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 在自身上发现问题了 所以癌症的人 一定要劝他 让他心要柔和 不要固执 没有固执 完全柔和 就是他身上有癌症 也会被软化掉 你看这个癌症 另外一个词叫做瘤 是不是 肿瘤 肿瘤最初 就是肉 肉块 小小的 软的 如果是良性的 还没问题 如果是恶性的 就叫癌症 恶性跟良性的区别 一个是 还有办法解决 一个可能就 没办法解决了 我估计 简单的差别 就这一点 所以 所有的病 都是由心而生 但是 外在的生活习惯 跟你的饮食习惯 与内心 也息息相关 所以 我们不要 看到别人 生癌症 然后你就说 你心太硬了 你要这样说 你说是达造法师说的 那你就害我了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你不能这样说 因为这样说 你会伤害他 但是你可以这样去观察 你可以让他的心 变得柔软 懂了吧 因为病 不是当一的原因 他既然心是那么强硬 他的行为 还有他的吃的 他的这个空气 环境 都是有关系的 不是当一的原因 因为佛法讲 缘起 是条件众多 但其中 心的力量 是不可不量的 所以这一点 中下根的人 都可以把自己的心 通过专注念佛 给他柔软掉 软化掉 能够在这里 专修的人 都算你是一个 有地方下手用功了 修行 身体和语言 都是从新生起来的 所以真正下手处 佛法告诉我们 就是心地法门 你能够在 在自己的心里面 把自己的妄想 慢慢地软化掉 慢慢地柔软起来 像水一样 上上若水 最后 如果你这个心 不但是像水 而且还超过 比水还要柔软 什么东西比水还柔软 虚空 你看我手 拍水的时候 手还会痛的 我在虚空挥舞一下 手不会痛 虚空 不会伤害 别的东西 心如果像虚空一样 你就可以观察了 你这个 叫做 至上 至高的上 但这个至上 还是有我执的 因为心向虚空 还是我的心向虚空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灵 在止于至上 很多人把这句话 解释为菩萨 佛的境界 错了 世俗五间 世间法 根本没有 说世间解脱的道理 但他做人 做得非常好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儒家是人称的圣人 你知道人称的圣人 人可以成为圣人的 他是人间的圣人 人间的圣人 他的思想见解 都达到了这种至上 所以至上 比上上还要高 而且还止于至上 为什么是止于至上 虚空既可以是最低的 也可以是最高的 我们的天上就是虚空 水 它是往低处流 它可以窗食 它可以滋润万物 但是它往低处流 所以这叫上上热水 如果你像虚空一样呢 既能够低到最低 也能够高到最高 但是你不会伤害别人 你做好事不要说 你不做好事 你的语言说来 不要伤害人 所以虚空不会伤害任何众生 这样的至上 在中根的人 在一个妄想颠倒的人 是做不到的 要上根的人 中下根的人做不到 所以我们如果是中下根 你开始从持咒 专注 让自己心不要打妄想 慢慢转化 转化久了 你的心开始柔软 开始柔软了以后 就会变成水 水了以后就变成虚空 这个心里面就有进步了 它是有痕迹 有台阶的 念佛 有些同修 打坐坐着坐着 念一段时间以后 他身体能感觉到完全空掉 最后 心也空掉 佛号也空掉 但是佛号还很清楚 佛号还在那里念 清清楚楚 但是就觉得自己也是虚空 大地也是虚空 这种状态 其实就是至上的状态 就是人间的至上 但是还没有解脱 但在这里 你可以用功 上等根基的 就直接关照自己 妄想的背后 因为第四层自我 是没有妄想的 就是 刚才说的这个 仓库门口的守门员 就是我们的第七十 也是我们的我子 我们大家觉得有个我的 你的注意力 既不停留在身外之物 也不停留在身体上 也不停留在自己的想法上 简单地说 你把想法全部放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看住自己 不思上 也不思恶的状态 能不能看到 如果你现在能看到 说明你是上根的人 不是中下根基的 我相信我们这里 错家师父 经过多年学习 一定能够看到 有修行 打坐用功的人 他也能看到 妄想停下来 什么都没有 但是隐隐约约 还是觉得有个我 所以轮回当中的 一切境界 无论多高 他唯一的缺点 就是有个我 就会说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像虚空一样了 我没有妄想了 没有妄想了 像虚空一样了 都对 还说我 现在明明了了的 都对 但是唯独这个我不对 通过对佛法的了解 你这个我要给他扔掉 怎么扔法呢 首先在观念上 你听闻经教以后 就知道 我本来是没有的 是我们的执着 所以佛那句话 但一妄想执着 不能真的 要妄想的人 在第六诗 采购源那里 执着的人 在第七诗 守门源那里 这两层 当成自我了 那么你的那么大仓库 你看不见 所以我们在观念上 修解脱道的人 在这里 不停地用功 我们讲修正了 你要修 一定在这两个地方下 或者在妄想上 或者在执着上 妄想 就是以念佛 以止境 以止观 以什么方法 让自己少想 或者不想 时间久了 他自然而然 什么念头都没有 清清明明 然后清明的状态 不妄想的状态 你的生活会更加轻松 更加自在 不会说 我不妄想 那会不会变傻子了 绝对不会 你可以放心 在这里用功 当然 如果按世所的标准 有可能会变傻子 世所的标准 有时候是颠倒的 比如说大家在分东西 每个人一份 结果呢 这个东西 十份 你十个人分 其中有一份呢 可能差一点的 按正常的 平常的房伏呢 可能最差点都不要的 先都把好的先拿走 可是如果你没有妄想的人 你可能就让别人拿 随手就拿一个 因为大家 每人一份 你拿来的那个 可能就是最差的 这个最差的 反正 你如果去分别拿 也要有个人要拿的 但是有可能 你拿过来就是最差的 也可能你拿过来 是最好的 如果你拿过来 最好的 人家说你智慧 你挑的最好的 羡慕你了 如果你拿到最差的 人家说 你看 这个学乎的人真傻 所以这种价值标准 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人类 共同在一起 既然每个人 都有一份 不是他的 就是你的 你愿意承受 这一份 缺陷 愿意成就 别人的美好 这实际上 是人类了不起的智慧 但是呢 世俗的价值标准 往往觉得你是傻的 所以这个时候 有些修行人 就开始后悔了 哎呀 怎么搞得我 越学佛 越糟糕了 别人越觉得我无真了 这个你要明白 你所做的没有错 错是这种 价值观念的错 这样子有一个反弹的现象 那么基本上呢 你的生活 你的心态 会越来越正常 越来越平静 所以 禅宗 是高等的 上根的人 才能修的 因为他修行 就不管你 打什么妄想 妄想他不管 想什么没关系 他的注意力 就在妄想的背后 他的想的背后是什么 很清楚 想的背后是什么 妄想的背后 就是我值 所以当想 妄想执着嘛 妄想背后就是执着 他就只要看到 这个执着 看久了 你的功夫就开始成片了 功夫成片 因缘成熟 把这个我值自然就了装 所以做功夫 没有了生死的人 大上根的人 是在这里做的 小上根的人呢 在第六一时做 或者说中等根基的人 在一时做 下等根基的人 我们就只能去 以身体语言的行为 去做事情 却不知道 在自己的心里面 但那个不叫真正用功 那才叫做培养福德资粮 也需要 那么 在心里面用功 禅宗告诉我们 仓花头 就是你要盯住这个 看着你这句话 还没有讲出来之前 花的前头 妄想还没有打之前 是什么样子的 诸位如果看一看 你每天如果看它五分钟 你一天的精神非常饱满 你只要看五分钟 看着自己 没有妄想的状态 你要去感受 光看着 看着别人一样 那效果不大 你看着自己 没有妄想的状态 大家回光返照 把眼睛往里面看 看着自己的心 没有妄想的状态 如果你停留在 没有妄想的状态 你人生中 所有的灾难 所有的痛苦 都开始修复了 它慢慢修复了 你的心灵 就开始变得完美起来 没有受伤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心开始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轻松 一点压力都没有 所以六祖大师 在唐经里面 给我们讲 六七应中转 五八果上元 第六十 第七十 第六十就是妄想 第七十就是我之 在这个地方 修应正国 我们现在还没有 正德解脱国 没有正罗汉 也没有成为菩萨 我们就修应 因为这个应 会感到将来的国 修应怎么修呢 就是你第六一时 和第七十这里修 所以叫六七应中转 这个转呢 不是创造 转就是 还是一个东西 还是我打妄想的那个东西 本来妄想是东想西想 想着头昏脑胀 想不开 你现在呢 把东想西想的 转过来想佛 你怎么想都是开心的 这就转过来了 你想这个 坏事 恶事 越想越烦恼 你转过来想上事 想好事 越想越开心 然后这个开心 这个上事 如果跟恶事相对的 还是不够亲近 所以 因为想上事 还是六道当中的三上道 那么你如果转过来 想佛菩萨 他就是亲近的 所以恶业 转为上业 上业要转为敬业 念佛就是敬业 念菩萨 念菩提 念念旁 念经 也都属于敬业 因为你的心 要从善恶当中 跳出来 所以这六七 第六十 个转 音中转 转过来 第七十呢 就是我们现在 明明白白 感觉有我的 但是你要不停地听法 因为一听法 师父已经告诉你了 诸法无我 一切法没有我 你认为有生死 有轮回的主体 神事 在轮回当中 你感觉真真切切 你现在受到快乐 受到痛苦 你是爱是恨 很清楚觉得我在爱 我在恨 我在生气 我在享受 你都很清楚 感觉有个我 但当你静下心来细细去观察 观察到最后 你就发现 这里面 根本就没有一个我 然后当你确切 认识无我了 回观反照 你看到无我 我们通过很多 这个佛法的观察 或者你对事物的观察 像圆觉 他就自己看飞花落叶 他就知道 这个花展在树上很漂亮 它怎么展的 它是树 给它提供的营养 树提供的营养 如果树没有提供营养 那花肯定长不出来 那么树 这个营养哪里来的 从地上吸收来的 那么地的营养哪里来的呢 地的营养是花掉下来 掉到地上 又变成泥土了 这个泥土的营养 又被吸到树上去 树又开花 花又掉了 轮回 这就是轮回 印度轮回的观念 最初是从这里来的 就他看到 虫子 这个树上的虫子啊 树这么大 他也没有看这个虫子 从这个树底下爬上来 怎么在树叶上 怎么会有虫子的 这个虫子吃了树叶以后 就拉这个粪便 拉到树根上 树根呢 又变成营养了 又吸到树里面去 又变成叶子 叶子又长虫 虫子又吃叶子 他觉得这个就是轮回 轮回观念 最初是这个来的 那个时候 释迦佛还没有出事 他是给轮回买了一个基础 释迦佛通过他修正 破除了我之以后 因为印度教是有我的 有神论 佛教是无我的 无我论 所以佛看到了 按照这个轮回的观念 一看 我们人是哪里来的 他发现 我的最根本的那个 认为有我 只是一个认为而已 只是一个执着 执着的核心 什么都没有 并没有我之 所以第七十 一开始看到他 开始觉得有我 你听了无我听多了 有些人也会讲的 那个有个小孩子才五六岁 他说我知道佛法 佛法讲的是无我的 他才五六岁就知道了 但是我们知道 他只是听听而已 但是我们大人 你就可以去观察 去思考 上根深的人 他是深入仔细地观察 观察到彻底没有我 然后 当你发现没有我 这个世界 造业和授业的我之 没有了 平常我们不知道 快乐的人是谁 痛苦的人是谁 后来你就会发现 快乐也没有一个快乐者 痛苦也没有一个痛苦者 只是六十和七十 他的缘起聚集在一起 我们对他的一种感受 只是这样一种觉受 快乐本身并不是固定的 没有钱的人 有一百万可能很开心 有钱的人可能一百亿 他也觉得很痛苦 受不了跳楼了也有的 为什么 快乐的标准是不确定的 是人为给予的 自以为快乐 所以当你这么观察以后呢 人世间的快乐和痛苦 自然在你生命当中消失 这就是眼光上正得了涅槃 我之消失 正得涅槃 分两个层次 首先是见到涅槃 就是出国罗汉 见后破了 我之没有 我见没有了 他从此以后 不会再觉得有个我 这是要通过他亲自的眼光 观察 落实 确定了 确定你的人生是无我的 那么这个世界 在你的思想中 再也不会有一个受苦的人 你的思想完全解脱 但是你的行为 还不行 因为行为还有习惯 我们的身体是夜暴之身 既然有夜暴的人生 那有很多的创习习惯 这一生我们也培养了很多的习惯 所以这些习惯 还需要慢慢地改善 才在思想上彻底了断我之 这就是证得了 世国罗汉的修行心理 就是你的观念认识无我了 你所有的一切都认识到无我了 比如说 我们的观念看到心里面没有我 这已经不是自我了 确定了 这个柱子也是无我的 它自己也是缘起的 观念认识到了 但是你还有我的这种觉寿 还是有烦恼 但是烦恼的根已经没有了 所以出国罗汉往上走 不会堕落 世国罗汉 他彻底把整个身心和世界 都跟无我打成一片 所以四国罗汉穿墙月壁 来去自在 他行空如地 入地如空 一点障碍都没有 这是四国罗汉 因为彻底见到生命的真如本体 所以正德 涅槃的人 就是见到了 第八阿拉野世的本体 他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 大家一定有记住 第一个 他认识到了 一切法都是无我 没有自我了 第二个 他看到了英国 英国他看得清楚 因为阿拉野世是一个仓库 他不再把守门员当成自我 他 剔开守门员的干扰 找进了这个仓库 于是他发现 仓库里面 所有的东西 都是采购员 采购进来的 当正德无我的人 他发现 自己的每一个念头 每一种行为 每一种 报应 果报 都是过去曾经 种下的种子 所以 一个罗哈 他完全能够 看到前因后果 他自我的生命 完全解脱 这就是 不共事间的 解脱道的活法 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自我的生命 已经完全 解脱了 那么 我们凡夫 现在 你没有解脱 你每天 活得那么有劲 每天还要上班 还要工作 还要听课 还要学习 这个力量 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大家心中 有一个欲望 你们说是不是 有没有欲望 都没有了 有欲望 一般不学 佛法的人 欲望 他想满足 自己的欲望 别人 是什么地位 你也要什么地位 别人是什么享受 你也想要什么享受 别人觉得 夫妻恩爱 家庭和心 你也想要这个 你以欲望 支撑着 在这个世界生活 完全都是为了自己 夫妻之间也一样 彼此都是为了自己 一定都是为了自己 你不要那么伟大的说 我是为了对方好 没有 因为对方是你的妻子 你才为他好 如果是别人的妻子 你就不会为他好了 他是你的 所以你为他好 所以背后的根 还是为自己好 为自己好 所以凡夫都是以我 欲望作为动力 讲的话 都是围绕自我的 那么围绕自我 错误了 会产生痛苦 堕落恶道 如果是对了呢 对大家都有帮助的 这叫上法欲 是好的 但是也是欲望 支撑着 作为你生命的动力 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人 荣光泛花 这个人欲望一定很重 他生命的欲望 生命力很强 荣光泛花的人 要么他很得意 把自己搞得很好 要么他心里很善良 他很想为别人做好事 也是上法欲 一般的凡夫 都是靠欲望支撑着你 如果你没有欲望 这个人 他的脸就开始沉下来 没有意思了 脸色就开始干枯 你看到他没精神 无精打财 不久的将来就要死掉 如果你彻底没有欲望 不久就会死掉 所以有些人 一旦欲望没有了 他的生活就乏味 没有味道 他的脸上表现出来 一点意思都没有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 欲望是很重要的 你是需要有欲望的 把恶欲转为上法欲 生活充满了力量 每天往前冲 但是你别冲到最高的地方 然后摔下来摔得最惨 所以要发出离心和菩提心 出离心和菩提心就是愿望 菩提愿望 这个愿望呢 也是把欲望转化过来的 还是一个东西 还是你那颗心 这是原来的心 是为自我的 我想好 我想怎么样 围绕自我的那个叫做欲望 然后你发了出离心和菩提心以后 你发现要解脱我执 我要解脱 虽然围绕自我 但是这个我一定要舍弃掉 因为你观察 执着 我是痛苦的根源 当你我执放下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愿望生起作用 菩提愿生起作用 所以 当自我解脱了以后 他剩下来的生命 比你荣光泛发的这个欲望的人 还要荣光泛发 你的荣光泛发可能是 擦着什么油也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解脱的人 回来愿意第一一切众生 他的脸上的荣光泛发 是从表到里都是清净无杂乱的 那是大菩萨 小菩萨也许夜报所生 我们都是凡夫 这个脸上没有什么光 也很正常 但是从这个生命的解脱道 再往前找菩提道的人 成佛菩萨这条道路 他所有的生命动力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刚才带大家发的这个愿 你如果发自内心的念出来 哪怕就念这一句 你以后不要去想他 只管自己修行 只管自己解脱 你一旦解脱了 你马上会想起来 想起谁呢 想起自己的父母亲 想起自己亲人 他们实在太可怜了 他们不懂佛法 他们还在那里迷迷糊糊 在那里受苦 而且宝贵的生命 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特别是年老的人 日墨西山 快沉下去了 可是太阳快下山了 他还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 你想起来啊 赶紧 这就是你的生命成为一种动力 你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 为利益众生 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仿佛是欲望的力量 在这里生活 菩萨是愿力让他在这里生活 愿力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大家在修大乘佛法 发菩提心的时候 每天早晚课 我们都要念 菩提心菩提心 众生度尽 众生夜尽 众生恍恼尽 虚空借尽 我只行愿无有穷尽 无有穷尽 汇律法师说 念这个无的时候 还要 嘴唇还要唱两下 无有穷尽 为什么呢 就告诉你 这个无有穷尽呢 是不是一下子的 你要不停地 生生世世地在这里 度重生 无量不变 要这样念 但这是一种表法 你要懂得 这样的生命 是一个菩萨的生命 不舍弃众生 能感受到众生同体 我们大家如果想 我们大家在这里 真的是一家人 你说我们这个家族有多大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再 往前再想一想 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们一家人 你说你有多幸福啊 找到哪里都不用怕 没吃没得住 穿没得住了 因为众生都是你的亲人 所以大乘的佛法 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 解脱道和菩提道的修正 是有这个理论 而且是有具体的方法 让我们确确实实 可以按一个步骤 一个脚印 走下去 那么如果按通途法门 你也不离开 戒定会这三学 所有的解脱道和菩提道的正德 都是 标准都是看 你是不是越来越规范了 越来越规矩了 你的定力 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你的智慧越来越高 你越能看得住 大家是什么原因 你生活中 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大部分人生气 吵架 都是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事情 两夫妻在吵架 吵了半天 为什么呢 一个说 我这个这么好吃的 你不这样做 他说 他说 他老婆说 你不会做 你自己做嘛 你叫我做 我就这个 你要吃 你不吃拉倒 两个人在那里吵着吵着 你就是不喜欢做给我吃 我不喜欢 我早就给你做了 做了一辈子了 你都没说话好 结果 他七岁的女孩子 站在那里 你们反不反啊 要吃吃不吃就算嘛 你看看 这个小孩子反而更有智慧了 神生很多时候 没有智慧啊 他把生活当作很多的问题 大人想的都是小问题 小孩想的基本上都是大问题 那么通途的这个法门 大家如果有经历 是年轻人 有文化 我们把这个道次第一步步学到 然后理解了 你在民事的指导家 这条路一步步往前走 找得很踏实 生命是充满了力量 找快一点 找慢一点都没关系 所以年轻的人 有能力的 一定要学 那么如果没有能力 如果你不想学太忙 那么佛还开了一个 方便中的方便 圆顿中的圆顿 最了不起 最直接出生的法门 就是建筑法门 我实在是感动得 无体投币 我觉得这一生最幸运的 是遇到了建筑法门 如果没有建筑法门 我们这些罪恶防腐啊 想得解脱 古迹是像蚂蚁上高山一样 太难 建筑法门 是让你确信有西方学的世界 确信 你发愿一定要往生西方学的世界 然后你有时间 就一心念佛 其他的经咒 你可以不念 也可以有时间念一下 但住行 正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你能够时时刻刻念阿弥陀佛 所有经咒可以不念 可以不念 但是如果你阿弥陀佛不能提起来 又在那里乱想 又说法师说可以不念经咒的 那你就诽谤净徒了 你不能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 那你多念无量寿间 多念经咒 都学习懂了以后 真懂的人一定会念 这句阿弥陀佛念起来 你看他从实修上 就在第六意识下手了 跟所有法门一样的 第二个呢 你念佛静下来以后 功夫稍微深一点 身心空掉了 就在第七始战那里用功了 你心里感觉念佛不念佛一样 没有妄想的心去念佛 跟苍苍一样 下手处是正确的 第二个呢 他往生极乐世界的心生起来 他就不想轮回 不想轮回就是出离心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愿意去 就意味着这个世界 你彻底要放弃了 轮回当中的东西 载不住你了 然后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我们是愿意回转 说法度一切众生 你就不想回转 到了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树鸟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都在那里说法 你只要一听那个法 花开见佛 物无声 不对菩萨为棒 菩萨什么概念 他马上 菩萨就是愿力作为动力 马上会回到娑婆 度众生 所以净土法门 以信愿行这三个字 就把我们通土法门 要修的四常八定 罗汉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菩萨还有五十二个位置 全部浓缩在信愿行 持民念佛上面 而且下手容易 效力又高 对于短暂的几十年 对于说法世界来说 简直是无上妙要 希望大家能够 有能力 有精力 把这个道理学懂 没有能力 赶紧念佛 同生西方 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专严佛敬福 专严佛敬福 善报四从恩 善报四从恩 夏季三徒福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西发菩提心 敬此依报身 敬此依报身 同生极乐果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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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ulen